从杀死一只枝羹鸟中 我们到底要读懂什么 杀死一只枝羹鸟 就是在提醒大家 要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 那个时候呢 美国非常浮华 大家都在努力地赚钱 没有人在想 问心无愧这件事有多重要 所以这本书里就在问 你有没有杀死一只枝羹鸟 那为什么说 杀死一只枝羹鸟 是很严重的犯罪呢 可能很多人没见过枝羹鸟 它的鸟蛋是蓝颜色的 那个小鸟 鸣叫的声音非常美妙 就像音乐 它什么坏事都不做 它不吃人家院子里 种的花果蔬菜 也不会在骨仓里面 筑巢做窝 它只是尽情地歌唱 所以如果杀死这样的一只鸟 那其实就相当于 伤害一个善良的 无辜的无害的人 它在提醒我们 不只是犯下很严重的罪行 才是犯罪者 如果你漠视正义 也是犯罪 就像老人摔在地上 要不要服呢 看见一个人 去欺负另外一个人 你会不会装作没看见呢 一个女孩子穿着短裙 被别人骚扰 你会不会指她说 那你活该 啥你裙子那么短 所以人心都是肉做的 会受伤也很脆弱 我们就得知道 这块肉究竟含金量几何